歡迎大家收看天宇財經sky finance 獨家情獻踢八華爾街 我是孫柏文 上星期五我分析過 特別是港股是否進入大時代 其實大時代 我今天也想說一下大時代 今天這個 term 是怎樣來的 大時代這個 term 當然是來自電視劇大時代 如果你是80後或90後 其實就算有看過 特別是第一次在電視劇播放的時候 你也不明白為什麼叫大時代 大時代其實只是一個恩怨情仇 講一下香港股市歷史 為什麼股市突然盲中中升 叫大時代 其實我想第一次用大時代形容一個股票市場 應該是2007年 10年前 為什麼2007年當時的人用大時代形容呢 因為大時代當年說到方展博 方展博的父親也是在香港 根據故事裏面 大時代電視劇 香港一直以來 都只有一個股票交易所 到60年代不是70年代初 當時的港督和財政司司長 就決定讓香港多開幾間的股票交易場 當然是因為我的偶像 郭伯偉 郭伯偉就是我們60年代的財政司司長 以一個超級積極不干預的心態去運動 所以當時香港是有四個交易所的 百花齊放 現在你覺得創業版的上市要求低的話 當年的上市要求是我老爸說是長沙環四層樓 加一隻狗就可以上市 就這麼簡單 那怎樣也好 故事就說到當時創立另外 因為跟當年外國人控制的香港交易所吵架 這群華人就創立了一個華人交易所 在電視劇裡面 或者遠東交易所 什麼東西那些 其實是中國人說的 這個老人家當時就被一個叫丁蟹的人害死了 丁蟹去到80年代 90年代初就在香港股票市場 就說了事 聽聞根據電視劇 就是他瘋狂拋空了這個股票 丁蟹 特別是因為遇著1991年 90年 91年的波斯灣戰役 那麼當時這個方展博就因為很多這些 去到80年代 不是90年代初 在香港已經戚測一時的地產發展商 在70年代都是因為方展博的老爸 開了這一間華人話事的交易所 所以才可以上市 而撞大自己實力 那麼後來就因為想幫方展博出這口氣 這四大地產商就在丁蟹拋空的那一天 就大舉入市 創造了一個叫大奇蹟人 1994年6月7日 歷史稱為大奇蹟人 全日反彈急升4000點 丁蟹、孝蟹、港蟹、旺蛇、中央特度生意和股票 復市前財富超過賺10億債以10億計 如果你想說大時代這個股市 就不可以失去大奇蹟日 那為什麼在2007年出現了大奇蹟日的東西呢 其實在2007年 我記得應該是8月15日還是16日 應該在數之前8月14日 當時美國的債券市場 基本上已經完全停頓 就是說商業債券 特別是銀行的債券 是完全停頓的 因為當時有很多越來越多的刺案債券 人們發覺工款已經不還錢 也因為當時有很多的財技 令到這批刺案債券得到三條A評級 而三條A評級 都是應該就算銀石撞地球都會還錢 當然那時候證明了不是 所以債券市場也停頓 香港股票市場就天天地下跌 那麼跌到8月16、67日那天 香港股票市場 當時 因為我自己就推了匯豐 在2007年 那麼在當日 在吃飯前 是跌1,3400點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但其實股市突然大升的情況 真的出現過 好像2007年8月 當時港股受美國債案問題 大跌1,300點 對了 那怎料吃完飯之後 都沒有一兩個小時 到港股在收市前 最一個小時 反彈1,000多點 最後只是跌200多點 就只是跌300點 即是咬腰升回到1,000點 在下午時 當然 就在那一晚 聯邦儲備局宣佈 它和銀行之間的貸款 就會減0.25厘 視意給全世界看 就是聯邦儲備局 知道有問題出現 亦都會開始做事 今時今日的聯邦儲備局 和當時的儲備局 是兩個世界 當時的聯邦儲備局 被視為無所不能 只不過它不做 因為它很尊重自由市場 現在看回頭不要諷刺 不過怎樣也好 在那晚 它減了0.25厘之後 之前當然有些大行 有些春港咬活動 知道有這件事發生 所以就這樣咬腰上來 所以其實大家聽到大時代大時代 其實大時代也不是一個徵要 大時代裏面的大奇跡日才是徵要 當然了 而在07年 為何自此之後 香港盲中中走去什麼 垃圾股都炒到一餐 變成大時代呢 就是因為在07年 這個聯邦儲備局 減了0.25%之後 出現了這個非營反彈的下個星期 突然間 這個我想回頭也挺搞笑的 就是曾俊華司長 當時他應該是上任無奈 曾俊華司長 作為財政司司長宣布 香港特區政府 正式入股港交所 買了5% 即是要披露的 那麼 港交所有一半的董事 沒錯是由政府委任 不過政府一直以來 都是沒有直接的股權 直到那一刻 那麼好了 他入了5%之後 也都同時間宣布 國家積極考慮 給北方資金流離香港 當年就叫做 港股值通車 資金自由行 OK 當時A股也是炒到6,000點 從1,000多點升到6,000點 那些人想著 6,000點 即是他們那時候的市盈率 已經瘋了 國有銀行 可能是幾百倍P 那些人就在香港想 如果流來香港怎麼辦呢 在大期即日 即是2007年8月中的低位 其實只是19,000點 那在大約 過半月6個星期之內 19,000點 升到32,000點 OK 這個2007年10月 就上升到32,000點 而去到2008年10月 就由32,000點 跌到10,000點 10,000幾百點 我把零投給你 OK 不過Anyways 就是因為那次出現了 這個大期即日之後 那些人說 好像大時代 而之後又瘋狂升市 所以自此之後 那些盲模式 盲流式的瘋狂升市 就被我們香港的財經傳媒 冠名為大時代 2015年也有同樣的情況出現 當然A股也是炒到上飛天 在2015年 香港那時又說要 就是玩這個 那時還在 也有些人說港股直通車 不過也是今時今日 叫做深港通和滬港通 不過這就是大時代 為什麼 這個名詞 為什麼在香港股票市場 出現 兼甲 也這樣形容 好了 在大時代的大期即日 當時那四大發展商 幫方展博瘋狂掃上去的時候 就是以一個不問價 掃的形式 在香港在90年代初 當然可以有四大地產商做到這件事 市民是相信四大發展商可以做到 不過時至今天去到2017年的世界 或者2015年 或者2007年的世界 大家都知道 因為我們大國崛起 如果有需要一群盲無大把錢 不過是非理性地買股票 不論價錢地買的話 是只剩下國內的朋友才可以做的 那怎樣也好 大家如果下次再聽到大時代這個字 就不但只看完之前的電視劇之餘 還要明白為何要在電視劇播完的15年之後 即2007年之後 才在香港第一次被財經傳媒形容香港故事 本節目是由天宇財經Sky Finance 獨家呈現 想知道明天有什麼好故事要聽 不妨訂閱我們的Facebook和YouTube page 多謝大家今天收看 我們下期見